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14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伊朗总统莱希 栗战书表示 中医都是文明古国 千百年来两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 近年来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中医关系更加健康稳定 中方愿同一方共同努力 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双方要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相互支持 共同维护不干涉内政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两国立法机构要加强友好往来 为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提供立法保障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莱希表示 一中传统友谊远远流长 西充分挖掘双方各领域合作潜力 为一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活力 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五维华参加会见 万里治港owej 五维华参加会提供 两国 Garlic 老不能响 走凌 冬新春 冬新春 �яг Chair alpha 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